好, 大家好, 焦点视频, 逆龙之玄机的时间, 迎光幕又见到我们的逆龙师傅, 大家好, 师傅, 又是说一句, 年底了, 我在看下一年的东西, 你也知道, 人有几个位置是一些很重要的位置, 买房是其中之一个, 是的, 其实在2020年, 在2020年, 一些什么地区, 买房是值得去建议的, 即是在投资, 或者自住方面 这样啊? 是 如果你说自住方面, 其实你说是在哪个方位, 或者方向去买会好, 是不是这样? 嗯 如果我自己来看, 其实, 这个都是要跟市场的趋势, 一个大势, 是不是? 但是, 你说如果真的要自己住的话, 其实我就建议, 只是一样东西而已 是 最好是买一些, 本身是实地的地方去住 嗯 即是说, 填海那些, 最好都尽量不要考虑 哦, OK 嗯 因为, 其实我们在说, 风水上面, 其实有一种叫地气 嗯 那它本身来说, 其实, 实地来说, 地气会强很多 嗯 那你如果是填海出来的那些, 可能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气 那所以呢, 如果你自己住的话, 就找一些本身是实地的, 就比较好一点 是 即是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的 OK 那大师傅, 刚才你说的实地啊 嗯 那你都知道, 香港的出名地多, 地少就是人多的嘛 是吧 那有没有说, 其实, 即是 哪个方向啊, 或者有些什么建议, 或者名字啊, 是吧 你是建议我们, 都可以想一想的呢 嗯, 其实, 如果你说真的认真说到建议的话呢 我都提议是买一些较大型的屋邨的 嗯 因为, 其实, 譬如可能在九龙堂下面 啊, 甚至乎你是一些旺的区分啊 啊, 像旺角啊, 佐敦叭沙咀啊 那这样, 即是一些旺的区分来说呢 本身呢, 他自己都不会说, 即是太过差的 嗯 那即是,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来的 那当然, 你说, 喂 呃, 你说哪个地方旺这样, 其实, 未必有用的 啊, 因为旺里面之中呢, 都会有一些衰的楼的嘛 是吧 嗯, 即是, 我自己的感觉 嘩, 嘩, 很老实啊 嗯 外联头 内联头 内联头, 我真是第一次听啊, 这件事 啊, 其实, 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都很多年的 嗯 那本身来说呢, 即是, 外联头, 即是外面的环境 是吧, 环境好没有啦, 漂亮不漂亮, 是吧 嗯 很简单, 我举个例子 如果, 譬如说, 有个人买一层楼 那层楼前面是被所有屏风楼挡住了的 嗯 还很近, 或者包到陷的 那其实这个, 你已经是叫做, 我们叫输了 是 是 是的, 因为其实这个鸾头都不漂亮了 是吧 嗯 那你看出去, 完全可能一根墙地挡住你 那变了来说, 这个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现在很多新楼, 其实我见到很多情况 其实是很大问题的 如果有看我这个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注意一下 很多楼很有趣的 它是一个好像一个粒字形那样的 即是 即是这样 这个, 这个是人家可能是A单位 这个可能是B单位 哦, 原来你的C单位是这里的 哦 那现在很多楼都经常见到这个情况 那因为我都会有去研究一下那些楼 那所以我见到这些呢, 其实就是很大问题的 那如果真的有看我节目的朋友呢 想买楼, 最紧要不要买这些 买了这些, 神仙都够不了你的 哦, OK 因为外在的力量呢 比你做任何的风水摆设各样东西的力量呢 还要大 即是我们如果外面是漂亮的话呢 那里面呢, 你还可以叫感尚添花 嗯 如果外面是很差的话呢 你里面呢, 只能够稍为补救 嗯 那就差得完 已经是 OK 所以如果外面又漂亮, 里面又漂亮的话呢 那就真的太好了 这个 OK, 师傅, 但是你知道的 其实有些可能 旧楼或者有些很出名的 你知道, 例如 港岛区这样, 有一个旧式的大厦 是吧 整天很多人喜欢拍照 哦 哪里呢 哪里呢 北角那边 名字我不要开啦 是吧 没理由开别人家的名字 那它正正就是呈一个这样的形状 还要是一个很长的U字形 嗯 那如果是你这样说, 就不好的了 呃, 你的意思是 这个鸟杏图看上去 是啊 空空看上去 是啊, 直接是一个很长的U字 是吧 很长的U字 那如果是这些单位就不行了 哦 甚至乎, 譬如有些是 在旧区 是经常重见, 你都会见到的 譬如说 呃, 可能 这个是一个很旧的单位 是 旧的楼, 可能只有五层高 是 但是, 可能旁边重见了有二十层三十层高 哦 那这些来说, 又是 就是 很难搞 哇, 师傅, 但是这样 土瓜环啊 九龙城那些 比比街市 是啊, 所以要很小心 所以你说, 问我哪一区是最好的 我其实答不到你 OK 我只能够告诉你 呃, 你用一些方法去看 就是在旺的较为好 就是较为实地的区分里面 还找一些较为漂亮一点的楼 就不要说选这些 最重要是大家先开阳一点 好 是啊, 这样 好, 理解 OK, 那今集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想我要请教师傅 就是我想讲一个人很久了 我叫阿峰 我又想讲一讲这个阿峰 他叫謝亭峰 是 好了, 那下一集呢 我们再见逆龙师傅 阿峰 啊 是 暗 啊 啊